滑板比較特別是他怎麼可以自己黏在腳上 然後我一看到就覺得很神奇 然後就很想玩滑板 台灣知名滑板選手柯佳恩 8歲時開始接觸滑板 至今超過20年 曾在2017年參與過世界錦標賽 他是當時唯一的台灣選手 這些年來柯佳恩帶著喜愛滑板的熱情 造訪世界各地 也看見了滑板的多元文化 我覺得台灣是競技佔多過於滑板文化 對 到現在都還是 可能因為環境啦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我就是要去第一名 然後我要去當國手 大概是這樣 那反而就是會忘掉說 滑板一開始的樣貌大概是怎麼樣 好比說香港、大陸跟日本他們都還好 對 他們都不太會是說 完全只著重於在比賽上面 柯佳恩領悟到了 滑板不只是競技 還有各種不同文化元素 回台後不久 柯佳恩與四位好友一同組成 滑板團體TPOOC 團隊不以競技為目的 強調街頭派對 板場娛樂的實體交流 此外 柯佳恩相當注重社群經營 透過拍攝短片 分享新教室等方式 改變滑板強調競技的傳統印象 滑板它是一個共通的語言 當時我可能去美國 然後我只要帶著滑板 然後我在路上滑 就會可能有別的玩滑板的 會跟你可能使個顏色之類的 但是你或是你不知道要去吃什麼 Local的好吃的食物 你在一個滑板場 你遇到這些人 你可能跟他說 我來自外地 他們會很熱心的會去接待你 近年來柯佳恩開始開班授課 傳承自身經驗 也持續舉辦派對活動 周邊更邀請DJ 饒舌歌手表演 讓滑板活動成了大型派對 這些事在台灣沒有先例 經驗相對豐富的柯佳恩 決定當起先驅 帶起滑板封巢 期許能讓更多人看見 台灣自由的滑板文化